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地的故事 自己的新闻也可以自己报哦 中心设置于苗栗县 桌南镇 桌南国小 为市中心 较新的开发区 106年正式营运 执行民众资讯应用学习计划 协助地方居民数位能力的提升与推广 我们来听听校长怎么说 DOC成立的宗旨最主要是让一些退休老人家或社区民众 能够接受整个资讯教育 弥凭所谓的偏向的数位落差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的DOC也有一个专门的专员 然后来安排整个课程 那这个课程的过程之中 它大部分是利用学校课余时间 还有假日的时间让社区民众还有一些老人家 能够来接受整个资讯科技所带来的惊奇 那他们藉由从这个数位科技的学习 也可以拉近跟孩子甚至孙子之间彼此的距离 那我想这个DOC的计划 我们学校会相当愿意配合也愿意持续下去 二十多年前因为921大地震的断层挤压 加上台风、豪雨的冲刷 位在台中市、东市区和苗栗县佐兰镇交界的大安西 出现壮阔的大峡谷景观 这条峡谷形如巨龙 气质磅礴 长约300多公尺 深达10余公尺 穿起的水油硬生生的将地质切成了两半 两岸摞露出如美国大峡谷般的地形 在台湾真的是少见的壮阔场景 我们来看看数位机会中心学员的报道 大峡谷位于苗栗县佐兰镇和台中县东市镇的交界处 大安西河床 九二一大地震时 融起的岩石 分裂成两半的深沟岩壁 非常壮观漂亮 经过长年台风和水灾的冲刷崩塌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样貌 因为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 因为在那个上面 那个300公尺上面 融起来 然后这个地质呢 吐起来呢 就分裂 分裂就一条很长的这个水路 大家才发现说 哇这个周然有一个大峡谷 怎么这么美丽 周然镇是苗栗县最南边的乡镇 平邻大安西 在交通上一直以来 与大安西南岸的台中东市石冈公园地区 往来比较密切 我们来听听在地导览员为大家解说 周然和大安西的亲密关系 我们这个大安西 属于温水 属于浊水的这个河里 跟大甲西有点不同 大甲西是清水的河里 但是他这个大安西的浊水 成就了我们浊南这个市政里面的一个冲击平野 所以人文溃萃的地方就是在这个盆地 这个盆地就是浊南的冲击平野 它是什么时候会截止这个冲击平野 就在民国五十年的时候 五十年左右 我们浊南开始建了堤防 这个堤防 这个堤防不是现在的堤防 它是用石头 它用石头 它那个有铁线的笼子 当时的时候浊南这一排的话 所有的堤防 所有的堤防 就是用石头来建造 当时浊南的话 有很多的人 几乎大部分的人 都来这里搬石头 因为以前的话生活困难 所以他们来这里搬石头的时候 可以赚到一些外块 这里的话 你看这里的话 为什么这是一个盆地 当时还没有建这个堤防的时候 每次做大水的话 几乎这个水都会冲到现在的市政区 所以当时有流行一句话 就是买 我们这个买堤的话 不要买在西州地 西州地 因为它就靠近河边很近 它就是会被大水冲击 从民国五十年左右的时候 这个堤防 渐渐建好了以后 这个地方就开始发展起 人影就是说 忘了这个增加了 所以你先会感觉到说 哎 这个桌嵐的这个地区 以前 就是因为大安西的冲击 这个泥沙的冲击 产生一个我们所谓的桌嵐的这个镇 我们这个镇里的一个中心地带 虽然这有水果之香的号称 主要产出巨峰葡萄 高阶水梨 柑橘类 桃梨 百香果等等的水果 但是农业费几乎不少 政工所有感一次 有了一些措施 帮助农民农业垃圾的去处与管理 也减少井陵的大安西垃圾污染问题 我们来听听镇长怎么说 我们是卓兰数位集会中心 今天来探访卓兰大峡谷 下一站我们要去大安西河川 关心环保议题 这里就是大安西 我们一起来关心环保问题 我们大安西的上游 是那个士林坝 还有那个梅盐 那个橡皮 那里的水 留下来我们这大安西 我们这个水质都很清洁 遭就我们昨晚的水果 王国之乡的美意 这是大自然 赐给我们昨晚的一个土地 给我们享用的地方 一段时间 大家就搞解你说 就带子 都用带子 都是用 没地方摆嘛 农民就是到处到处烧 后来我上任政党以后 就七点开始 就星期五到星期一 星期一到星期五 两点到七点 我就回锁所有人的子弹 那这个就慢慢的改观 把时间再延长 再考虑再开始延长 把所有的转任 把习惯慢慢改正 因为我们转的工具 什么水质是会好 那我们水果也会渐渐的 比以前还更好 大安息的环境生态 就是不乱丢垃圾 垃圾不落地 人人都有责任 一起来守护大安息 永保环境生态 我们用手机拍新闻 从怎么拿文手机到基本构图 从摄影机运动到分镜拍摄 这些都是我们第一次 这么深入了解拍摄的妹妹咖咖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学习心得 我收获很多了 学会了对焦的技巧 分镜的技巧 以及怎么样用力镜 怎么样避免眼中镜 特写一些细微的技巧 以上就是今天的卓岚新闻 欢迎有兴趣的朋友 加入我们的行列哦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还是主张的 比如说 来看 我们下次见